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佩玲 欢迎收看地球证词 今天播出的纪录片是 了解玛丽 自三千年前 人类开始越上玛背以后 人和玛成为亲密的工作伙伴 也改写了人类的历史 在当初交通病载的舞台后 马也变成人类身心灵附件的好帮手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台湾马术治疗中心 林子田教练来到现场 郭采明好 佩玲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开心你给我机会 在这里聊一聊马屁 我们在今天的纪录片里面 看到真的 马正是我们人类很好的朋友 看到他们跟马相处的过程 真的非常的羡慕 那相较于我们在台湾 我们大部分跟动物相处的经验 都是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啊 我们很难有说 可以跟马这样子一起 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那知道乌坦你自己 有跟马一起生活的经验 那现在也是马术老师 那就想请教一下 说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接触到马的呢 其实我小时候 是我姐姐带我去马场的 因为她非常非常爱马匹啦 然后她就带着她的妹妹 一起拉到马场去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这个马场 跟我们现在对马场的标准 好像不太符合 我们现在马一定会有一个 就是三公尺 乘三公尺的这样一个马舅啦 给她住 可是当时她只有 把马绑起来 隔一小块一小块 根本马要躺下来都没有办法 然后我们的教练 是一个军队以前的教官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不会那么去考虑到马的需求啦 他主要是马 没有听话 你就是要想办法叫他听话 找他当军人来训练 有一点这样子 那是后来因为在台湾 接触到这个马术治疗 然后想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之后再回去德国 去跟一些家人去学习 然后那个时候再开始 学跟马的一些互动这样子 是 那就想很想请问你 因为说实在我们大部分 都没有这样跟马接触的经验 那您自己第一次接触到马的时候 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生物 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马匹的外观 本来就是很会让人家喜欢的 尤其他的大眼睛 对 很漂亮 是 他好像是世界上 所有的动物几乎最大的眼睛 就是马跟牛 是 那看着他的眼睛的时候 就好像他在跟我们说话一样 没错 我们可以看这里 像他的眼睛 他的耳朵 他的鼻子 他的小肌肉在会动 然后会有非常不同的一些表现跟表情 是 其实马只是说不会说我们人的话 其实透过一些肢体的反应 都在告诉我们他的心事 那其实我们在观察马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都会觉得马 好像感觉他是很容易紧张 但是又很好奇的一种动物 那 为了您自己在跟马相处的时候 您觉得马的这个个性 大概是跟我们一般人的这样子的认知 已不一样呢 当然我们要了解马 他主要是三个事情 我们要清楚 他是一个猎物 在大自然里头 就属于猎物的等级 属于猎物的等级 所以呢 他遇到危险 他遇到可能有猎物在 猎物 就是在附近 他会 所以第一个反应就是逃跑 是 以逃跑为止他的生命 第二个 他是一个草食性动物 所以他通常在逆食的时候 要花很多的时间 因为你吃菜跟吃肉比起来 你吃菜需要吃比较多才会饱 然后他又是鸽子那么大 然后他草也不会一大堆在他面前 所以他一边走一边吃 所以他基本上一天下来会走很多的路 所以这个对他的健康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然后第三个是他是一个群体动物 那群体动物它只会有社会性 所以他可以跟我们有互动 跟我们有沟通 也就是因为他们马匹本来就是有常常互相沟通的机会 所以我们去观察马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要知道说因为他是属于被劣食的对象 所以他会容易紧张 那他如果是草食动物的话 就是他可能走的会很多 然后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 那最有趣的是他这个社会阶层 那我们其实也是利用他的这个社会性可以去训练他 那当我们要去跟这个马去 对于是我们大部分都是要去骑马的时候 其实就是应用到说他会容易被惊吓 然后他会跑 那是用他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去运用到马的能力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吗 影片里面他有提到赛马是利用他害怕然后会跑 对 这种方式 可是基本上我们平常骑马的时候 我们并不希望马害怕我们 而是他是我们的伙伴 那在骑马的过程 我们希望他不要那么那么紧张 对 所以他要帮我们当做一个可能玩耍的伙伴 会比较好一点 或者当然我们是阶级要比他高 然后他会服从我们的指令 可是如果一匹马害怕 他不会 他会一直往前跑 那他本性 那在赛马的时候 他反正就是要往前跑 可是我们骑马的时候 我们不要他一直现在跑 我们希望他绕圈圈啊什么的 所以或者挑战爱啊 在那个时候他就不应该害怕再对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去跟马相处的时候 要让他的那个情绪 是很配合我们所需要的状况 是很重要的 基本上马跟人互动 他会很愿意跟人互动 他当然不知道我们是人 他可能会觉得 我们是长得比较奇怪的马 然后我们人就是需要了解 我们需要当一个地位比他高的马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会觉得我们给他安全感 然后他就可以很放松的 跟我们一起工作 那我们如何让他感觉到说 我们是比他积极高的马呢 就像你说他看我们是一个 长得很奇怪的马 如果你观察一个马群的时候 你怎么会知道 哪一匹马积极比较高 哪一匹比较低 那你就要看 如果一匹马过来的时候 另外一匹马让开 那就是他的阶级比较高 没错 所以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我们在训练马的时候 常常叫他离开他原来的位置 那如果他听从 他就表示他是在服从 我们比较高的等级的这种马 那如果马 我们跟马互动的时候 我们比如说刷马的时候 背马 我们不希望马一直跑来跑去 一直乱动 那如果我们随时告诉他 你乱动 你要停啊 你要安静 他等一下就会安静下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很顺利做 我们该做的事情 是不是就好像在影圈里面 有一个驯马师 他有一方的台子 然后他就这样那个马要站在那上面 对 没错 像有的地方 他们会用一个绳子 就是像前马绳 然后把它放在地上 就是这个绳子碰到地上 可是他并没有绑起来 可是马 我们叫它ground tying 把它绑在地上 马就知道 这个绳子在那里 它就不能动了 是 比如说在西部 他们比较多会这样 那个规矩 帮他建立好 对 那像是我们第一次去接触马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让马觉得知道说 我们可以骑他呢 因为好像 光是这个是一个蛮难跨越过的一个过程 当然对马来说 我们骑在马背上的位置 是他本来是不喜欢上面有人 而且有东西 因为通常逐游者会跳到 他的背上去咬他 所以那里是很敏感的地方呢 不能说敏感 就是说 有威胁的地方 有威胁 因为他会跑上去 然后咬他的脖子 是 对不对 所以他不会喜欢有东西跑上去 所以我们要慢慢 要让他信任我们 然后就慢慢 把一些东西放上去 一些重要的东西 让他觉得 这个并不可怕 然后就慢慢上去骑这样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些 如何去解读这个马的身体语言的一些 一些小秘诀 对 我们就是要注意他的马跟其他的马沟通的时候 就是用这些身体的部位 那大部分最多的就是在头跟脖子 还有脸这一块 是 那同常你可能 你注意他的耳朵 对一般人是最明显的 是 因为如果他的耳朵背起来的时候 他就会害怕 就紧张 跟狗有点像 那如果他害怕的话 那可能 然后没有办法逃跑 那可能就会攻击 是 所以马本来是一个非常 一种温和的动物 嗯 可是他有他的武器 嗯 他嘴巴 前脚后脚 都是很 很 很厉害的武器 很厉害的武器 没错 是 在影片中他还有提到马的一个特性 就是说 他的记忆力非常好 嗯 那你自己跟马的这个相处的经验 有没有他有 就是记忆力很好 让你觉得很惊讶的这种状况呢 像我们以前有一匹马 是人家 呃捐给我们 是 那 他对以前的主人 如果回来看他 可能很久没有来 嗯 就忽然来看他 他还没有看到他 他就会叫 哦 可能就听到他的脚步声 是 也许已经有闻到他的味道 是 他就会记忆这个人 对他以前很好 然后就会去照顾他了 对 是 那这真的是一个很 很有情意的动物哦 是 那我们在影片中 特别有看到一段 让我们很羡慕的就是 有一位法国的驯马师 然后就跟他的一群白马 在海滩上面玩耍啊 然后那些马 其实身上都没有带任何的 呃 就是配头啊 也没有带那些马鞍什么的 对 然后他竟然可以 赢得他的 他那群马群的信任 可以站在他们的背上 然后 嗯 两匹马这样子 一起在海滩上面奔跑 嗯 所以那个好像是跟 马相处最高的一种境界了 那您自己本身在跟马相处的过程中 对 您怎么样去建立跟马之间的这种情感关系呢 嗯 嗯 非常像 是 因为马跟马之间他们会 好像调节他们的动作 嗯 他们不会一个跑特别快 然后其他的跑慢 他们会想一起 哦 一起用同样的速度 是 因为他们在一起才会比较安全 哦 是 一个马落单 很危险耶 很危险耶 是这样子 对 然后他就是站在那个领导马的背上 嗯 然后其他的马 就会注意那个领导马 他会什么速度 嗯 然后就会跟着跑啊 哦 是 嗯 不过这个当然是要非常跟那个领导马的感情要很好 感情要很好 是 那你 所以那个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达到的境界 那你自己很平常的时候在跟马相处的时候 嗯 用什么方法是 你觉得特别能够因的 就是马会特别喜欢的呢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平克塔讲课 嗯 那平克塔他们在养马 嗯 然后他们买了一匹小马进来 嗯 因为小马比较便宜 然后要 因为要训练学生要 嗯 一些养马的方式 对 可是因为在学校 他们会有很多不同的人去接触到那匹马 嗯 然后每匹马 那个 每个人用到的方式 不太一样 哦 那马可能就很混乱吗 对啊 所以那匹马非常混乱 到最后 他就开始咬 开始踢 嗯 因为他害怕 情绪就不稳定了 他就害怕 是 然后大家也很害怕那匹马 他越害怕 好像有点恶性循环 是 然后 呃 我去看那匹马的时候 然后 我也是就是很简单的去 叫他正站着 嗯 然后一动就再回去 嗯 后来那匹马就 就跟影片里面这匹马 就跟着我 到处走 好有趣哦 然后后来 我们用那匹马去示范一些课程 是 呃 课程完了 很多学生就跑过来跟我说 啊 老师 我从来没有看过那匹马这么乖 嗯 可是对这匹马来说 他只是有一个人给他一个界线 嗯 然后他觉得在这个界线里面 他安全 是 然后他就很愿意合作 嗯 那这真的是我们平常比较不 或是容易忽略的一点 嗯 我们以为说哦 你就对马好 就够了 其实对马来讲 把那个清楚的界线告诉他 其实是让他有安全感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方法呢 对 这个可能有些人有些迷思 就说哦 我训练马我是不是用暴力 嗯 嗯 嗯 这不是暴力 嗯 因为他在自然界里面也是一样 马不听话 嗯 他其实这个地位高的马会很不客气的 嗯 那我们也不用真的说很不客气 嗯 我们就是很很很清楚的告诉他 很清楚的告诉他你的位置在这里 是 对 嗯 那其实就像哦 吴塔妮刚刚提到的 马他的需求要被满足的时候 嗯 他的情绪会比较稳定 嗯 跟他沟通起来会比较容易 嗯 可是光他的这个需求要满足哦 我们就要好好的照顾他 那我们在照料马的过程中 有哪些的重点是很就是我们最需要去把握住的呢 在季节的变化 他的需求会更多比较容易会有些皮肤病 嗯 然后在台湾因为天气很热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帮他洗澡降温啊这样子 是 对 所以其实也都是跟我们人类的一些食欲住行的基本需求是很类似的 是 那在影片中有提到一个部分哦 他就说马其实他有一种描育我们人类心里的作用 嗯 那其实乌塔你自己本身现在在投入的工作 也是一种马术治疗的一个 嗯 这样子有这样子的性质在里头 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这份工作 你自己在接触的过程中 你看到他对我们发挥的这样子的效果 那还有你有那些感人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嗯 对在影片里面他谈到的是心理治疗 是 那心理治疗在台湾用马匹还比较没有在发展 嗯 因为心理治疗的部分 除了这个治疗师也要非常懂得这个马匹的身体源之外 嗯 马匹的生活环境要越自然越好 是 它越有这种非常本能的一种反应 是 那其实在台湾这个马术治疗是从肢体伤害者开始 嗯 最先是脑性马痹的个案 嗯 那我们在脑性马痹的个案 我们利用马匹马背的动作 嗯 来帮助我们的个案 是 那因为你骑马的时候 然后你的脚是开着的 嗯 然后你自己可以试试看 你平常做椅子可能会这样子做 哦 可是如果你 我维持平衡就要听起来 我维持平衡就要听起来 你倒过来 你倒过来做脚开的时候 嗯 你自然而然被会听起来 是 那我们很多个案 比如说做鲁蜜椅 那平常这些很不好 哦 可是在马背上 他可以做起来 是 那他再做起来之后 他的手才会 比较自如的去动 嗯 动到 然后手能动 他才有办法 有一些手的功能出来 嗯 那我们 做治疗是 目标是他的生活要改善 嗯 他的功能要改善 是 不是说他要学骑马了 嗯 那是一个方式 那是一个方式 所以呢 如果一个人他可以用他的手 他可以自理 他可以吃饭 他可以穿脱衣服 他可以鞋子 也许没有办法 学独立走路 嗯 可是他可以有一个独立的生活 大部分的功能 是可以照顾自己的 对 这是一个部分 那最近 其实有越来越多的 基比尔的家长来找我们 嗯 那基比尔也是很好玩 因为他 社会性 有些障碍 嗯 可是跟马 互动的时候 他比较没有压力 哦 所以我们其实 可以用 让他了解马的 身体语言 嗯 来转换到 人的身体语言 哦 是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过 一些基比尔 他没有办法看一个人的脸色 嗯 他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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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如果他在马的身上可以学这些东西 对他的生活也非常重要 那另外一方面 他在骑马的时候 我刚从香港回来 嗯 然后在那边有一个人有 有一个报导 嗯 这是一个研究报告 是 他就是报告 嗯 研究这个人在骑马的时候 那个心脏 心律 嗯 心律的变化 嗯 然后这心律的变化 嗯 好像有下降 是 就表示整个人好像有放松 哦 是 所以在骑马的时候 他会完全放松 嗯 我们自比尔 他的神经系统 跟我们不太一样 嗯 他很多东西都会 好像一直刺激 过多的刺激 会常常在紧张的状况 对 可是在马背上 这个就会缓和下来 哦 马背这个韵律性的动作 就 就可以让他的神经系统稳定 嗯 那神经系统稳定的时候 就有办法去学习到一些其他的东西 嗯 但你说很感动的 像我有一个学生 他是没有语言的 嗯 嗯 可是他去年开始学 用电脑跟妈妈沟通 是 然后妈妈就问他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骑马 嗯 然后他就是说 骑马可以让我很放松 嗯 他就表达这个研究报告 是 就完全吻合 就完全吻合 对啊 所以其实真的可以感受到说 嗯 您从马屁身上 还有从你这个工作身上 嗯 就是得到了很多快乐 那今天非常感谢吴塔 来跟我们分享哦 我们真的是 从我们人类文明的历史上 可以感受到这个 马屁他所扮演 多么重要的角色 那现在虽然我们已经 不把它当成主要的交通工具了 可是他还是 就是像说 无怨无悔的这个 陪伴我们 那现在甚至都可以帮助我们 做一些疗愈这样子的功能 所以真的再次就是感谢马屁 对于我们的贡献 然后我们要如何好好的去照顾他 好好的去了解他 然后让我们这个人与动物 有一个更和谐的关系 对有一句话我是很喜欢 他说以前马改变人类的历史 是 可是现在他还是可以改变很多人的生命 没错 是 这句话真美 这是感恩 谢谢 谢谢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地球正式感恩 question 他想要是 未来的 这些诃则 我们都不是 送行 你 如何 不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